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我們第二次來到焦點 很榮幸可以成為焦點 2018年第一場分享的第一位 好漂亮喔 給他掌聲鼓勵 耶第一位耶 我們現在以後再現場 還是一樣12分鐘 大家好 我們今天在焦點 所以等一下還有三位記者會一起分享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聽他們的分享 好為什麼說我們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媒體平台 因為我們這個媒體平台很特別 就是我們的一般的記者 我們都不是很專業的記者 我們都是從學生 學生或者是上班族 我們訓練他們成為會說 有說護士能力的一個記者 對所以你現在看到這邊的人 他們沒有一個是從專業起來的 除了我自己以外 對所以等一下那個也會有三位記者來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 好我叫韻璇 然後我之前自己是讀政大新聞系的 對今天有兩位那個學弟妹來到現場 是嗎 對那個祖堯 祖堯 欸真的喔 哈囉 對就是我之前自己是讀新聞的 然後我自己之前是在一個科技的雜誌當記者 然後現在我就是到城市新聞這樣子 好那我要講的第一個城市新聞的hashtag 是從無到有 對為什麼是從無到有 就是我們其實2012年 我們是隸屬一個公益的平台 叫做彩虹天堂協會 那這個協會呢 它就是特別關注年輕人 要去關注的事情 比如說年輕人會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哪裡 你們都是年輕人吧 在焦點 在焦點 對在焦點 在焦點 焦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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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平台吧 他們很喜歡流行文化 他們很喜歡歌唱或是跳舞這種藝術的 他們也在媒體裡面 你看青少年他們是不是都會滑手機 就是你看他們講什麼 他們都會一直低頭一直滑手機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一點 所以我們就決定是從媒體 還有流行文化這幾個方面去關心青少年 所以媒體也是我們關心的其中一環 當我們其實2012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訓練各種的人 成為就是記者 可是我們2014年底 我們才成立一個公益新聞平台 那目前我們已經累積了7.3萬名粉絲 可是其實我們跟其他的 這種大的新聞的粉絲團比起來 其實我們不算 我們一點都不大 對 你看那個蘋果日報啊 還是什麼三立啊 什麼動輒上海萬人 可是我們的新聞很奇妙 就是這是一個新媒體的時代 所以當你只要打對人家的點之後 你的影片如果爆紅了 其實你會超越 有時候甚至會超越那些大粉絲團做的內容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抓到一些 大家很喜歡的議題 所以有一支新聞 是在講日本的那個翻譯筆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翻譯筆的那個新聞 也被轉到一個很喜歡日本旅遊的一個 日本旅遊的一個社團 那個社團有三十幾萬人 然後那次翻譯筆的報導就爆紅 就有十八百萬人觸及 就很多人來留言這樣 那我們大部分關心的是五大領域 有公益文創科技教育跟娛樂新聞 你會看到上面好像沒有什麼政治啊 或是那種很具爭議性的一個領域 因為你想看如果一般的素人 他要從政治這個議題去入手 他是不是比較不容易上手 他會很難去處理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大部分是從這幾個大家都會關心的 跟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的一個領域去入手 那剛剛我講說我們是訓練素人記者 從不會到會 好 那第二個態度出來就是素人記者 就如同我剛剛所講 其實我們每一個記者 我們都是 他們真的都是完全不會 等一下你聽他們的故事 就會覺得很奇妙 那我自己以前就是雜誌記者 我自己其實以前是寫報道的 我影音新聞我一竅不通 因為我那個時代 洩漏自己的年齡 我那個時代其實我是第一屆 正當還在實驗影音新聞的時候 我是第一屆實驗的記者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自己拿這個V8 什麼也不懂 然後自己就拍一些覺得 自己以為很有趣的議題 可是然後那時候看主要他們拍 就覺得天哪 人家這個學生現在拍的是什麼厲害的東西 我們拍的是什麼 對就是覺得現在年輕人 其實你們這一代出婚就是真的 長大就是用影像說故事的 然後對我們來講不是啊 我們上一代是 我們上一代 我今年要30歲了 所以已經變上一代 就是我們上一代就是很習慣 用文字去理解很多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文字是我比較去理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在這邊從不會到會 好 那我們其實 從2012年到現在 其實我們已經培育了 超過700位的公民記者 那個崔蘭姐今天要來到現場 然後那個是婷婷 對 等一下她也會分享她的故事 對 我們也想要一個 亂統的時代 就是我們會真的去播影音的新聞這樣 好 然後這是我們去年辦了一個 專題的發表會 就是我們大概有12個還是11組 我們有11組的記者去發表了 11組的專題故事 那因為他們你想想看11個人 他們就有11個故事 他們就可以挖掘11種不同的報導 所以他們那時候成果發表會的時候 是真的把他們報導的主角 邀到現場來 所以那個現場就很感動 因為你會看到雖然書文記者 他們報導的那個內容 那個技術可能沒有像天下雜誌啊 或是像一週刊這麼好 可是你知道他們每個故事裡面那個 那個感覺是很感動的 因為你真的是用一種方式 去把那個故事講出來的時候 都可以感動很多人 然後第三個是正能量 對 剛剛那個有的人講說 我為什麼要看行車紀錄器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覺得說 其實素人為什麼做新聞 會比一般人好看 是因為主流媒體該報的都報完了 然後那一個小時 一個早上都在輪播同樣的 當然你指頭數得出來吧 同樣的五則新聞 就那五則在輪播 那個早上講A部分 然後下午講B部分 晚上講C部分 就是他們一點一天去 就是update新的狀況之後 然後就會一直補充 可是素人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自己不同的人 就會有不同的視角 你覺得有興趣的事情也不一樣 像我覺得焦點就是 也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在這邊交流 你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人 可是你們在乎的事情也不一樣 所以你們可以帶給彼此 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陳日新聞也是這樣 當七百個人在裡面 就有七百種不同的觀點 那就很有趣 那我們企劃製作 差不多六百支報導 我們採訪過蠻多人 像那個又他講那個台客劇場 大家知道吧 然後右上角是那個鄧子晴 最近好像要來台北開演唱會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戲谷美味人 其實大家認識嗎 對 就是他最近有做一個美食生活平台 是那個美味生活 他會請很多美食網紅做直播這樣 採訪過蠻多名人 然後這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八百萬點擊率的報導 就是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我今天就不羨慕播放 然後這個是一個 大家知道LIS嗎 一個線上的教育平台 其實我現在不播 因為他大概報導了三分鐘 其實這個報導其實是一個 大二的大學生做的 對 可是這個報導的點擊率有兩三百萬 對 這個平台其實他們做那個 就是線上的科學教育平台 已經做了蠻多年了 只是說很少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那個大學生去採訪他之後啊 然後他說他們原本那個網站上 那個斗內的那個捐款 原本一年都沒什麼去按 結果我們報導之後他們的粉絲團人數翻倍 然後他們那一陣子的捐款的數量 是他們去年一整年捐款的數量 然後他們現在那個創辦的那個 嚴田浩也到處被TED要去演講啊 被很多的很多的單位要去演講 他就說真的很謝謝這些新聞去報導他們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一個學生 他其實只是一個學生 以別人也覺得他可能沒有什麼專業能力 可是等他抓對那個點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關注應該要關注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社群的力量 那我們不只是報那個虛擬的一個內容 我們也有辦一些實體的活動 所以第三個還算是由虛入實 由實入虛 我們會就是焦點也是我們的超級好朋友 我們會常常跟焦點一起合辦一個活動 叫城市焦點 因為阿楓他本身就是那個創業圈的李掌伯 就是他常會 就是你去創業圈就是很多新創 你知道阿楓嗎 我知道 我知道啊 我到現在還沒有遇過新創不認識他的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合辦一個社群的一個節目 叫做城市焦點 那我們去年三月第一場辦到現在已經辦了五場了 那去年三月是第一場 我們就邀請那個電踏少女 就是邀他們講那個創業的故事 然後第二場就邀那個炎天昊跟那個蛤蛤的阿諾 因為那時候那個LIS 剛好那個字把我爆紅 我們就想說邀他來講教育方面 然後那時候畢業季嘛 我們也舉辦了一個叫新鮮人質押之影 邀那個Urator還有HimeLight他們來分享 他們怎麼樣去帶那個年輕人找到未來的路 然後社會系列是我們辦的第四場活動 有邀請到那個鮮乳房跟那個愛物資的創辦人 然後最後一場是我們剛好在三個月才剛辦的 就是城市焦點的聖誕創新之夜 然後我覺得很奇妙的是第一場我們的人數 大概現場的人數才二十個人吧 可是每一場就是逐次增加 到最後一場這場已經一百二十幾個人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活動是真的有需要 因為現在大家關注的都是創業 但我也剛有跟幾個年輕人朋友聊 那他們也是對創業這個領域很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而且特別是創業這件事情 是你沒有辦法遵循一個很確定的法則 去完成了一件事 所以你特別需要跟人家交流 對所以我很期待就是接下來這個活動 會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可是就看焦點跟焦點怎麼繼續合作這樣 對這是那個第二場的時候 很期望這個女生她原本是LIS的團隊 女後來也參加我們辦的那個公民記者的課程 後來現在真的去跑去當記者 等一下婷婷會分享這樣 就很奇妙 女後來也會到各個學校裡面去 教他們怎麼做新聞 這個是跟中山女中合作 那個是我們帶副莊的學生 去採訪他們的校慶 對所以我覺得現在高中生都超聰明的 就是稍微點他們一下他們就會了 所以年輕人就是很有盼望這樣 女後最後的hashtag就是不會教導會 對那我們就是集結了我們這幾年的一些課程 就濃縮成六週其實是七週 對那我們就是六週裡面 我們就會教你什麼是新聞概論 教你怎麼採訪寫作 然後教你怎麼攝影剪新聞 教你怎麼直播主持 因為直播現在是最熱門的一個項目 然後還有社群新聞 對你要跟網路行銷 然後最後一堂推出讓你真的發表自己的報導 那我們那時候也是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辦了第一次的一支麥克風翻轉程式的一個課程 那這是我們成果發表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個班級大概總共兩班 大概有八十幾個人來參加 那都是很多上班族也很多學生 甚至最小的也有高中生 才16歲而已他們也會報導這樣 對這是我們成果發表會 很多人都有來參加 對那其實我們也有 因為我們跟數位時代的關係也蠻好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有去參展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參展的機會 當成實習的一個方式 然後我們就在邀請很多學校的學生 那去年我們參加未來商務展 就是有超過時間學校 然後有超過20個學生參與 我們就真的在那個現場 就是帶他們怎麼去採訪各個新創場上 所以很多學生他們是當場就真的 學會怎麼採訪 當場學會怎麼直播 所以就覺得他們這個學習非常的快速 然後我們去年也跟那個焦點 一起參加了雜學校的一個展覽 然後跟那個Maker Fair 也是一樣帶學生去採訪這樣 對所以教職內新聞 你可以跟著記者去實習採訪 你可以成為媒體志工策展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再就是把資訊給大家 然後我們在今年呢 就是兩個禮拜後 我們舉辦了一個 一支麥克風發展城市的營隊版 所以只有兩天啊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參加報名 而且完全免費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新北市政府合作 所以就是完全不用錢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興趣的話 可以掃描那個QR Code來報名 或是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好 謝謝大家 謝謝經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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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謝謝 讚 謝謝 讚 謝謝